各位第一次们大家好 三十一周的星期二 来到今天我们听到的福音 好像之前刚刚听过 听过这个《马逗福音》主日的时候 听过另一个版本 今天这个有点不同 不过都是一样的 意识比较强调多一点 在老家里面 就是天国有很多位 天国有很多位 天堂是很多位的 而不是我们想那么难去进入去 但也不是容易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为容易的那样东西 我们以为难的那样东西 就不是那样东西 我们以为难的吗?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很难去开天堂 为什么? 我们要守很多规矩 可能会想 要做很多伟大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天堂那些 这些全部都是什么人? 只有圣人就在天堂 一说到这里 很多教友就想 我不是圣人 没有可能是圣人 圣人是遥不可及的 很遥远的一件事 圣人是差不多会飞的 能有神人超拔 圣人是不害怕任何艰辛困难 很多奇迹意识可以发生的 我们会想 还有很爱天主 愿意牺牲一切 我还有很多挂牵 还有很多弱点 很多罪 很多世界的享受 我放不下 我说 没有可能的一个距离 但是圣经这里不是这么说 圣经这里好像说 那些盲的 那些盲的大街大汗 强迫他进来 就是说 第一点 我们今天的福音 告诉我们 就是说 天主耶稣 渴求要我们去天堂的 切望是大过我们的 而是 全凭他这个切望 而最重要的他的切望 是令我们可以去天堂 不是我们成就了多少赢 不是我们犯几少的罪 而是耶稣对我们的切望 这个切望是什么呢? 这个切望有很多东西 第一就是我们是谁 在他眼中 我们是极其珍贵 令他宠爱的他的受造物 他的肖像 他的子女 正如读经一 我们听到 我们同是一个身体 耶稣的身体 我们是肢体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本质上 天主看到的东西 不是我们之后 令到自己多美 我们本身在天主眼中是很美 这个不是骄傲的 我们领受了这个本身 我们被天主爱出生命出来的 我们的存在是天主爱的结晶 第二件事 他表露这个切望 要勉强我们进去天国 好像逼我们进去 就是他的慈悲 是我们的罪 是我们要真的到最终 去到天堂 在天主的面前 我们要完全圣洁 但是怎样令到我们这件事发生呢? 特别在世是他的慈悲 是他的恩宠 不是我们 是他的恩宠 那是否就是说 我们要继续犯罪 不用管他会搞定 不是 恩宠、慈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相信他帮到我们 我们要相信他的方法 即使我们眼前见到的 我们经历的 他的慈悲、良善、仁爱、缓于法路 好像不是很努力 好像不是让我们开心一些 好像不是那些人会立即会变 我们在《读经》一中 又看到罗马书 很喜欢这一段经文 他说的是 教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可以诅咒、不可以报复 要以善、要以宽恕 要互相服务 要大方、要慷慨、要拳劲 这些都不是现世即刻有回报的 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 在做这么多的善事 哇 那些人一刻就说到 是军王要来的那一位 但是很快就要钉死他 我们也是会经历这件事 但是我们是否相信 有如他经历了之后 会死 接着会复活 我们在世 如果我们坚持 耶稣会治愈我们 会释放我们 会拯救我们 会带我们死后跨越 去到天堂 甚至说勉强我们去到天堂 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向往这件事 是否向往这件事 这个就是第三点 就是 为什么最初请那些不进去呢 因为他不稀罕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知不知道天堂是多正 多美丽 多必需要去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是为天堂而被创造的 我们是否想去那里 是否相信他会帮我们去 以及我们已经有资格去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想去那里 因为他会治愈我们 当我们想去的时候 他会辅助我们去做困难的 爱的工作 如果我们想去 就帮到我们了 而我们已经是有资格去 只要我们是想去 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月 特别是准备我们 更加清晰知道我们的方向 几个月份 天主再一次去提醒我 让我经历到 让我感受到 让我明白到 我是属于天堂的 所以我要努力去 去以善 以爱情 以这个平安的心 要喜乐的方式 去祝福其他人 愿主再有我们 愿主再有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